两个傀儡准备就绪 这边的凋零也准备就绪 南瓜为了安全呢回家拿了五个金苹果 虽然这场战斗用不上我 但是为了安全还是拿下金苹果吧 好兄弟们大战一触即发 好了凋零已经召唤成功了 不用担心啊兄弟们 让他们围上去也没有事 因为我的傀儡一个五百滴血 一个二百滴血 就算是让他爆炸 他也炸不了多少 除此之外呢 这场战斗我根本不需要动手啊 就用弓箭把它撤下来都不需要 因为我这个大型傀儡 他是会发射这个冲击波的 他会用冲击波远程攻击凋零 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啊 但是 哎兄弟 别炎我呀 冲击波呢 快打他呀 哥 你的冲击波打他呀 哎 关键时刻就炎我是吧 那我只能自己来了 等会我拿下弓箭 来来来 我们先用弓箭来消化他的血量啊 等他落地的时候 我的两个傀儡直接把他取后了 不过现在这两个傀儡 如果不能远程攻击的话 还是把他们俩放在背包里边吧 要不然这个血量消化还是比较大的 OK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凋零射下来 不过我们这个弓箭不多呀 只有十多根箭 能不能把它打一半血呀 试一下吧 来 射它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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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我的箭已经用完了 那现在怎么办 拿箭砍它吗 我觉得这样 能不能把它打下来呀 有点炫啊 兄弟们 哇 我这 难受啊 早知道多带一些弓箭了 真难受呀 兄弟们 打不着 完了 我感觉我这一次打不过凋零了 我估计我要凉 这个大型傀儡真的是掉链子 平时打一些打不到的生物 它就会用这个冲击波来打 但是面对凋零 它居然不会用冲击波 完了 金苹果吃完了 我们现在的血量已经不多了 我觉得我们这次肯定是打不过了 我们应该回家准备一下啊 至少需要一把无限的弓箭 弓箭没有无限是真的难受呀 啊 没了 我们现在这个等级也不够呀 看一下 有没有无限 那就三 不行啊 兄弟们 要不然我把这个附魔台搬在墨地吧 搬在小黑塔 其实也不需要搬啊 我们再做一个附魔台不就好了吗 我们家里边还有很多的书 可以做很多的书架 来 全部都做了吧 地牢的图书馆里边还有很多书 我们没有收集啊 我们这一次去墨地 可以把地牢里边的书再带一些 好 我们先来把图书馆里边的书带一下啊 我们这把斧子是有精准采集的 这个有点烦 不过也没有关系啊 烟花火箭已经用光了 我们只能走到小黑塔了 这边刷了很多的小黑啊 小黑看到这个墨以满之后 就会冲过去 然后全部都掉在我们的陷阱里边 好多小黑 我们直接从这边飞下去 先过来砍几刀啊 爽一下 看爽了兄弟们 真解压呀 我们来把附魔台摆在这边 开始刷无限 我们先把等级提升到三十级 很快就到达了三十级 我们去附魔 我们只要无限啊 其他的东西我们不需要 没有的话我们就用书来刷一下 属性 这不是满旗附魔台吗 为什么这个属性这么垃圾啊 再摆点书下吧 反正我们现在的书下有很多啊 多摆一些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吧 来看一下 我的天 一个无限怎么这么难刷呀 刷了很久都刷不到 先把这些普通的附魔术给它丢掉 哎 怎么回事 丢不出去吗 头抬高一点啊 丢 全部都丢 哎 怎么回事 这样 哎 我的剑 没事兄弟们 是一把普通的剑 没有任何的附魔 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一把 是不是这个无限不能靠附魔台刷呀 应该不会吧 哎呀我不想刷了兄弟们 力量4就力量4吧 我们回家多带一些弓箭不就好了吧 这个无限我们之后有很多机会来获得啊 这样下去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 我们还要打凋零了 我们先把等级提升到30级 把这个力量4复一下 万一送我一个无限呢 是吧 好 已经30级了 把弓箭放上去 把这个力量4复一下 送我一个无限吧 求求你了 来 力量 哎 送了一个耐久3 还有冲击2 还不错啊 但是没有无限 这个 哎 算了吧 我们家里边的弓箭还有一些啊 没有就没有吧 不过我们现在回家的话 只能直接跳下去了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一样火箭了 啊 那好吧 兄弟们吧 我们直接跳下去 我们家里边还有一本火石啊 这可以附在这个弓箭上面 家里边还有57根箭 这个应该够了吧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啊 然后呢 我们还要做些金苹果 家里边还剩两颗金苹果 还有12个普通苹果 把这12个普通苹果 全部都做成金苹果 我们这次打凋零 一定要小心一点 一定不能落啊 稳妥一点 好 一切准备就绪 我们走 哦 凋零还在啊 兄弟们 我们上次没打完的还在 但是我找不到他了 我看到了我们他的柱子 应该就在这边 哎 我看到了 来来来 先把他设下来啊 只要他到达陆地 我们的两个傀儡 绝对可以秒杀他 我们现在的任务 就是把他设下来 嗯 他变身了 兄弟们 他要下来了 赶紧把我们的傀儡 放出来 给我干他 我们现在只需要坐收渔翁之力 看到没 他的血量掉特别快啊 哇 没了 嘿嘿 直接没了 太猛了 这两个傀儡 而且兄弟们 他们是会自己回血的 虽然说现在被凋零了 但是大家看 这个血量 只要下去 他马上就会回复上来 特别好啊 获得了一个下戒之心 我们现在就可以召唤boss了 但是 要不然我们再打一个吧 是吧 我们现在的弓箭也有 这个金苹果还剩下九个 可以再打一个啊 我们先把这个血量回起来 然后我们再打一个凋零 好 再来一个 这次绝对没有问题啊 我有金苹果 我有弓箭 绝对不可能死亡 等他爆炸 好 开始射他 好 他又要变身了 非常轻松 吃一颗金苹果 把傀儡放出来 放傀儡 哎 我金苹果没有吃下去啊 哎呀 完了 赶紧回来 兄弟们 我的傀儡还在上边 哦 要你的血量不多了 哎 剩下了一滴滴 我们的 哎 大型傀儡直接把它干掉了 我们直接上去 太猛了 兄弟们 根本不需要我动手啊 好 看一下这个 夏季之星在哪儿 OK 捡到之后 我们就有两个夏季之星了 夏季的两个boss 我们全部都可以召唤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家了 回家我们先把这个火药塔 给他搞定啊 把猫咪运过去 完了 我应该怎么回家啊 我没有黑药石 这 我怎么死亡呀 死回去也可以啊 这里边有岩浆 那可以啊 我们可以用岩浆把自己烫死 我们忘记他黑药石了 其实应该在技研上边 建造一个黑药石传送门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猫咪 运到火药塔就好了 火药塔做好之后呢 咱们就要去下街召唤boss了 哎呦 这猫咪运输的太费劲了 不过好在四个猫咪 已经全部都就位了啊 上面还有俩 不过看不着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刷火药了 苦力怕刷新之后呢 就会被猫咪恐吓 然后掉到这个东道里边 最后呢 掉在这个篝火的上边 然后被烫死 我们现在需要往高搭点啊 搭个100格左右 这个火药塔就会刷新苦力怕了 这个高度应该差不多了 之所以我们看不到苦力怕 应该是这个试距的问题 我们调一下啊 把它调到最高 应该就可以看到了 64个区块 看一下 应该是可以看到的 哦 有点卡 稍等一下 哎 看到没 有苦力怕了 我们等待这个火药塔 多刷些火药 然后呢 我们直接去下解召唤boss